作为摄影师和极箭主义者,我对背包的选择很苛刻 不仅要颜值高,背负感出色,容量也得大,足够应对短途旅行和日常工作 我在今年年中接触了NioSmart这个品牌 经过三个多月的使用,他们旗下的Herman背包 基本胜任了我绝大多数的使用场景 而且还有很多让我眼前一亮的设计 我围绕这款背包也打造了一套属于我的雏形EDC 会在视频后面提到 这就是我目前使用的NioSmart Hermann 我选的是均绿色的版本,也有黑色可以选 我个人认为均绿色更符合我的个性 整体设计有一股很浓的城市风 无论是上班工作还是出门旅行都很合适 背包的材质摸上去是那种很丝滑的感觉 根据官方的说法,是一种叫莱卡布科技的浅水材料 抗泼水和防刮的能力都非常强 由于我经常要带电脑和硬盘出门 这样的保护功能是必须的 在背包的底部还有一块很大面积的皮质底垫 能够让包立在地上 即使脏了拿布一擦就行 不会留印子,让我特别省心 由于我之前打球肩膀受过伤 所以我就特别看重背包的背负感 NioSmart这个肩带是加厚过的 能够让重量分配的更加均匀 后面的背板也是这种模块化的设计 我感觉背着不会那么的闷热 不应该在生活中占据主导 用着省心,不需要担心磕磕碰碰 用着舒服的就是好产品 耐用性和质感这方面 我觉得NioSmart做的还是挺棒的 首先我得声明一下 这里面的所有东西可能明年就都不一样了 因为我今年年底顺利从学校毕业 明年开始我就不再是一个学生了 这里面是我过去三个月 作为学生生涯当中 使用这个包带的一些东西在里面 可以说算是我对学生生涯EDC的一个总结吧 好,那么咱们就打开来看一看 这个包呢 它是有几个收纳空间 分为这个钱袋,主袋 还有它后面的一个数码仓 当然还有一些隐藏的暗格 我们之后可以再慢慢的看 先说说这个钱袋吧 其实说实话 它的这个钱袋是我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地方 因为真的是随拿随用 而且空间是非常的大 我说这个包的钱袋大 可能你们没有一个直观的概念 那么我拿我的这个12.9英寸的iPad Pro来做一下对比 iPad Pro这么大的尺寸 也能僵僵的插进去 但其实它装不上啊 只是说给大家做一个对比 好,那我们把钱袋打开 还先看看里面 有一本书 当然了并不是每次我都带这么厚的书 只是说我现在正在看的一本书 这本书400多页吧 反正装进去并不会说前面 鼓出了一个大包 或者说是它重心前倾 是会往前倒 完全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然后里面是一个小的笔记本和一支笔 里面会寄一些我工作呀 还有学习上的一些事情 还有一些想法 有时候简单的记个账什么之类的 然后里面有一瓶防晒霜 是这个MECA的这个防晒霜 我觉得我买它的很大的一部分因素 是因为我喜欢它这个黑色的瓶子 然后会有一两个这种擦拭屏幕和眼镜的布 然后我基本上出门是不会带相机的 我就带一个大疆的这种便携式的action camera 在我的包里面 可能需要拍一些低人称视角 或者说拿起来随便拍一拍vlog的素材 因为这样一是方便 二是不会太引人注目 这个主袋它后面有一个拉链 其实当你打开它之后 是可以跟数码舱是连通的 就不需要说 在你打开数码舱去找电脑的时候 还要把这个拉链打开才能拿到里面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设计还是很人性化的 里面的容量是20升左右 足够你装一些短途旅行用的衣服在里面 它前面还有一个拉链的口袋 以及两个可以插入的口袋 你可以在里面放一些重要的个人物品 比如说什么证件 或者说是洗漱用品 都可以插在这里面 这个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在主袋里面 我其实只会放两样东西 一个是我的耳机 就是我在学习 或者说是坐飞机 或者说旅行的时候 没有耳机我真的感觉是活不下来 我倒并不是那种音乐的发烧友 只是说戴着耳机就会把这些噪音隔绝 让我更好地去睡觉 然后还有一个是我的 这个Peak Design的收纳包 里面会装一些我经常用到的东西 是像充电器 硬盘 还有输机线之类的 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说的东西 就是干活用的一个袋 可以看到 这个主袋的空间是非常的大 我基本上是 整个小臂都可以插在里面 而且它这里面的材质 都是那种非常柔和的 如果你放一些 容易刮花 容易破碎的东西 其实在里面我觉得还是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保护 好 这个主袋说完 我们来看看后面的数码舱 就是很多背包都有的一个 放笔记本电脑的这么一个位置 好 现在你们就能看到 它后面有一个拉链 可以把这拉链打开 就能从数码舱直接去 拿这个主袋里面的东西 这个还是非常好的 在数码舱我就放了一个笔记本电脑 就是14寸的MacBook Pro 现在处理器的能力太过剩了 用它去剪视频 去写文档 绰绰有余 而且待机时间非常的久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码舱 数码舱是这种非常柔软的这种绒布 而且它的这个挡板是经过加厚的 就不会说出现你放了一个平板 再放一个电脑 它们之间会互相摩擦碰撞 还有就是一个带拉链的网兜 就放一些配件之类的 比如说什么鼠标 硬盘 数据线之类的东西放进去 需要哪个看到了就拿出来 非常方便 其次就是我最喜欢这个背包的两个隐藏设计 一个是在上面的这个磁吸式的 磁吸式的暗袋 我可以用它放像钥匙啊 或者钱包之类的 以及这边的一个拉链的隐藏式的放水杯的一个口袋 这里面的材质是那种可以保温 比如说冰镇的饮料搁进去 然后拿出来还是凉的 就设计的挺人性化的 就即使你这饮料撒了 你拿布一擦也是可以直接就擦干净 好那以上就是我2022年下半年使用的背包和EDC 使用NioSmart的这段时间真的让我很省心 基本上我想装的它都能装进去 以前需要带两个包出门 现在一个包就能搞定了 而且得益于它的防水和防刮的特性 让我出行和工作时更加游刃有余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喜欢的话还请三连支持一波 我是居海 下个视频再见